我們來演示一下 就是這盒子的緊密程度 那這個先來看一下 ASUS ZenWatch 那基本上你拿起來 你可以看到它基本上不會 硬實脫落 那所以你打開的時候 要有點小技巧 那小米的話呢 我想拿起來就要有點小技巧 因為你看 它工具拿起來就 就開始慢慢滑落 所以基本上如果拿在手上呢 其實 很容易就可以 把它打開 就是你只要手稍微往上 它就開了 那這裡面已經 拿出來了 那這個呢 ASUS ZenWatch 很好玩的狀況是 嗯 好 這樣子 才 跑出來一點點而已 所以呢 如何把它打開 OK 先把它放好 OK 怎麼打開呢 好 不在畫面中 這麼畫面 就用想像的吧 OK 就是 出來了一點點之後呢 我們往下 這樣子打開啦 對 所以還真的要花一點點的小力氣 那當然 放回去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基本上 還真的要花點小力氣才能把它放回去 走 這一段小小的 掩飾 讓 還沒購買的人知道 大概 怎麼樣打開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